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前鸟儿有从事 那晚起的人呢 没有咖喱吃 好了 7点出小小的时间呢 又被他们带了出来吃早餐 那之前如果有见过我视频的人都知道 要我这样的时间出来吃早餐的话 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中最大的原因呢 就是我睡不醒了 好了 那今天呢 就带大家来试试 萨莉安的巨毛把咖喱面 它已经控制了一段时间了 隔走了这么久 我都希望没什么来吃 走吧 试试吧 呦 已经是这么多人的 那其实呢 我们7点钟来到这边 那其实拿了十毫牌 那现在目前来说是8点半钟 我们等了整个半钟的 巨毛把咖喱面终于来了 那其实呢 我们现在肉眼看到的呢 它是整座山 那些料是铺满了整个碗 你根本上是见到的 那见到的呢 就是会有叉烧 烤肉啦 烤肉啦 一些坑啦 还有最特别的就是猪油渣啦 等了这么久 试试这个汤 静静等我们等这么久先啦 其实它的汤呢 有惊喜到我的 它浓郁得来 大辣 辣完之后呢 其实它是稠身的咖喱 那其实呢 顺带一提的就是 刚刚我见到老闆煮的那一阵 它除了淋了咖喱汤之外呢 其实鸡肉是干咖喱鸡来的 它会淋多一斤咖喱汁上去 其实整碗汤层次是很好的 好了 我试试这个料先啦 各位 它是个认真的输肉 脆皮 绝对不是价格 诚意十足 好了 这个血坑呢 刚才在等的过半钟这边的时候 它是过去那边白了的 你看着这个格格 一直在那边摸虾 老实一直是这样用 这道包 那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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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是包不切的 所以我可以肯定和他说 它是新鲜的血坑 朋友 说到鸡的话 鸡是我的转场 老呢 是老了点的 但是它胜在呢 它够入味 懂得吃 当然吃这些 越吃越滋味 越吃越滋味 我旁边有两条牟尼 在吃一人一碗 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咖喱面 其中一位呢 它竟然吃不晒 我觉得它真的很神奇 最后最后 好了 学靓的东西 今天就这样 拜拜 拜拜